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太棒了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只是坐在牛排前面的我 比上次来的时候又胖了好几斤 不过在美食面前 体重算什么呀 光看这牛肉的色泽 就超级有人了 面也很薄 而且是紧紧的贴在牛肉上的 完全不会分离 放到铁板上再烤一烤 这滋滋滋滋滋的声响 谁顶得住啊 不好意思 太激动了 配上一点芥末 入口又酥又嫩又刺激 而且里面的肉弹弹的 差不多90块钱的套餐 里面还有汤 有菜 有米饭 有甜点 好像已经是第三次种草这里了 下次光吃不拍了 到日本一定要多吃几顿牛肉 才对不起自己这么大老远飞过来 尤其是日本和牛 回去以后就吃不到了 想要感受原汁原味的和牛呢 当然是来一份销魂的烤肉了 快看 不愧是大义我选中的店铺 果然已经订满了 不过机制的我呢 早就准备好了 B计划 C计划 D计划 下楼走几步呢 就找到了我的备选店铺之一 要了份黑毛和牛的拼盘 还有一份牛舌 先用肥肉做一下不沾网的处理 然后就可以开始烤了 哇 烤肉真的是太治愈了 我认为母胎solo多少年 这一刻你都将不再惊讶 肉烤好之后可以蘸三种不同的盐 分别是安地斯产的盐盐 法国产的海盐 还有蒙古产的盐 另外还有三种不同的酱汁 分别是苹果洋葱酱酱酥子酱 岛根县产的酱油配山葵 我就吃个肉嘛 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雪子啊 好辛苦 好复杂 每一种都要试啊 牛舌切得很薄的 所以不能烤太紧了 要保持嫩嫩的口感 吃起来居然还有点甜味 这牛估计是吃水果尝到的吧 肥瘦相间的雪花 油脂被大火的内力一点点逼出 滋啦滋啦地冒着烟滚泡 入口之后 感觉光是嘴里的温度都能让细腻的脂肪蒸发 这种脂肪又多又肥美的肉就是我的最爱了 脂肪被烤到几乎融化了 完全不会容易的 每咬一口都感觉有肉汁从牙腹里拼出来 好开油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边 和牛就是这么神奇的物种 吃的时候呢停不下嘴 一旦放下筷子又感觉有点腻 这时候最适合来一份柚子雪趴了 我特别喜欢日本柚子的味道 就是这个东西 据说它是由柚子 橘子 橙子 葡萄柚 柠檬杂椒而成的 味道很酸 没有人会直接吃 但是用来调味特别棒 软面的蜜瓜也是甜到心里去了 现在吃了7800多日元 然后它这个是要加一个18%的服务费 还必须点饮料 这餐折合人民币480块 性价比还可以吧 毕竟吃的是黑毛和牛啊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之后吃的另外一家店 黑毛和牛居然是不限量的 只要一个套餐价就能随便吃 吃到撑 去吃火锅 虽然有中文菜单的 但是点菜是挺复杂的 我点完了才弄清楚 首先要选两个锅底 我选了一个川味香辣锅和一个酱油煎鱼锅 虽然不对这个辣锅抱太大希望了 但是毕竟是辣的嘛 还是要点一个 接下来就要选肉 两个人必须选同样的套餐 不然一个人选贵的 一个人选便宜的 然后换着吃多好啊 想的美 5800日元的这个套餐 大家自己乘以0.06 换算成人民币就好 是可以无限量吃双酱黑毛和牛的 4680的这个呢 可以吃普通的黑毛和牛 然后上面两个套餐就是没有和牛的 只有普通牛 所有的套餐都有猪肉 就是你放下你手挂盘 你手挂盘 你手挂盘 你都是可以无限续盘的 可以无限地吃 素菜是不用选的 全部都可以随便吃 最后还要选酒水 1500日元呢 可以无限喝所有的酒和饮料 然后390日元就只能喝软饮料 就比如肥炸溃了水 不过我们有它就够了嘛 下好单之后 你能无限添加的菜式 就全都在这个屏幕里了 因为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被点菜弄晕了 然后又是来吃宵夜的 所以只选了最便宜的套餐 到了机器点单环节 才发现这里面居然没有和牛 啊 简直后悔死了 只能再单点一份和牛 安慰一下自己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亏了 我们吃了寿司才来了 我们应该饿着肚子来吃 这里所有的东西呢 两个小时之内 想吃多少都可以 然后还有凉菜啊 主食啊 甜点等等 不过谁要吃这些啊 当然是疯狂地吃肉了 这就是我单点的那份 1280的黑毛和牛 一共5片 你看这肉质 这纹理 一看就是好东西 稍微烫一下就熟了 肥瘦均匀 肉质超轻盈 我怎么就没有点那个 5880的套餐啊 我真的想打人 略带嫌弃地夹起了 套餐里的普通牛肉 涮了涮 嗯 也挺好吃的 虽然不像刚刚的和牛 那样入口即化 但也有着不错的肉质 毕竟和牛吃太多 还是会腻的嘛 嗯 就这样安慰自己吧 这个所谓的辣锅呢 虽然只是微微微微辣 但是很香 不需要任何的蘸酱 咸淡也合适 本来想吃完以后 秀一下今晚的战绩的 结果附生说他们赶着洗盘子 每次我一吃完 就直接给收走了 暂时只保留了这么几个 在我们的点评网站上啊 曾经有四个网友在这里吃了80多份肉 他们怕不都是陆飞吧 不过摸着良心说啊 在两个小时之内 你可以吃掉多少盘肉呢 能不能把这家店吃垮呢 此心的牛肉就吃到这里啦 下期Vlog大姨会带你到东京各处去撸串 我们后天见